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那今天要讲的是博古的上位级 博古怎么样由一个普通的党员 很快做火箭式的上升到我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这个过程 那么是我的讽刺的话 看了前几期的讲座 应该对博古这个人多多少少有点了解 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上一节刚刚讲过 王明是怎么样由一个普通党员上升到我党一把手的 那么这个王明跟博古的这个上升路线非常的相似 而且有的地方是重叠的 那么我讲 我只是讲他们不同的地方 这个博古呢 他是25年考入了上海大学 博古从17岁开始就参加革命 25年考入上海大学以后呢 就是这个瞿秋白有做过上海大学的科作教授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嘛 所以说呢 他就引荐这个博古呢 推荐博古加入了我党 加入我党之后呢 就派博古在上海党部做宣传的干事 就是很基层的一个职位 那么后来呢 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第二届的学生 因为王明是第一届 那么招第二届学生的时候呢 博古报名 报名之后呢 就顺利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王明是 是他的老大哥嘛 在学校呢 组成了一个以王明为首的小宗派 总共29个人 其中28个半布尔什维克 28个是坚定支持王明路线的 还有一个人呢 是有点左右摇摆 所以呢 就把他称为半个 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呢 因为这两天一直有我的讽刺在留言 说是我上一节里面把28个半布尔什维克没讲清楚 那么现在就一句话就概括掉 好 因为今天呢 主要讲的是博古 当然呢 博古包括这个张文天是28个半的这个成员之一 那么当然呢 就是以王明马首是瞻 那么呢 经过四年的学习之后呢 王明 博古 王家祥都被派回到上海的党中央工作 当时呢 上一节我讲了 王明呢 是带着米夫的介绍信回来 米夫呢 那是我党的一个怎么说 钦差大臣 他呢 就是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来到上海 来到上海之后呢 这个谁呢 向中发 看到共产国际的代表过来了 所以说呢 就表示屈服 然后呢 由向中发提议王明进政治局 这个呢 就是博古的第一次起跳 那么 博古的这个职位进了政治局之后呢 他由啊 团中央的宣传干事 就是团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普通的员工 后来呢 就直线升到什么 团中央的宣传部的部长 那么由部长呢 又直接升到哪呢 团中央的总书记 啊 所以呢 就是连升三级 升三级之后还不算 啊 这时候呢 就后面就是跟王明一样了 昨天刚刚讲过就是顾顺章的叛变 对 顾顺章叛变之后呢 顾顺章因为是中央特科行动队的队长 那么他非常的了解周恩来 啊 那么瞿秋白 向中发 张文天 包括谁呢 王明 还包括谁呢 啊 包括博古 他们家住哪 非常清楚 那么 那么这个顾顺章叛变之后呢 上一节已经说了 我党在上海的很多这个什么呢 联络点被国民党给破获 啊 所以说呢 包括当时的一把手 向中发的这个家 也被国民党破获之后呢 向中发被抓 那么王明就继承了向中发的这个啊 党中员一把手的这个实际的权力 那这个时候呢 啊 王明觉得这个待在上海太危险 啊 那么这时候呢 王明也觉得待在上海太危险 随时呢 有被国民党防队派给抓获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时候王明的路啊 有两条可选择 就是要么去莫斯科 要么就是去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央苏区 那么后来王明选择的是去莫斯科 那么王明作为中央一把手去莫斯科之后呢 留在上海的工作人员得是谁来负责呢 王明指定博古啊 副总责 那么这个时候呢 啊 这个博古24岁的年轻小伙 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小伙 那么成了党中央的一把手来领导中国的革命 啊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博古啊 坐火箭 升到这个啊 我党最高的领导人的这个位置 那么同样啊 前面已经讲过了 由于顾生章的叛变啊 那么在上海我党就根本没法立足 所以呢 我党在上海的这个同志 基本上都撤出来 撤到哪呢 撤到各个苏区啊 那么由于毛主席领导的这个中央苏区 就是毛主席27年9月9号 发动的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 以井冈山为基础 扩展到江西啊 南边的这一大片中央苏区三十来个县 啊 当时呢 在瑞京 占领瑞京之后呢 就成立了啊 我党的第一个政府啊 苏维埃林市政府 那么毛主席是任边区政府的主席 那这个时候呢 博谷呢 包括周恩来 他们呢 都在上海呢 就是没办法待 所以呢 都转移到中央苏区 就是博谷到中央苏区之后呢 这时候已经是第四次反围剿新疆结束 是周恩来先到苏区 那么经过宁都会议呢 毛主席这个时候呢 就是已经只管什么呢 地方建设 没有再管军队了 那么第四次反围剿 实际上是由周恩来和朱德领导的 那么周恩来呢 由于刚到苏区 对苏区并不了解 实际上的军事指挥呢 就是朱德 那么朱德呢 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的这个经验 其实呢 也是运用了毛主席的诱敌深入 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这个路线 所以呢 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但是哈 这个时候呢 博谷到了中央苏区之后呢 紧接着他认为他自己没有军事经验 他得招一个军事助手过来 他呢 就招这个谁 给共产国籍写信 要把李德给派过来 那么李德到这个中央苏区呢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博谷 他到中央苏区呢 其实难度就非常大了 为什么 他从上海撤到江西呢 他不是直线过来的 他是先坐火车到广东 到了广东在北上 这样迂回到中央苏区 那么当时他到这个中央苏区的路上 是由中央证保局 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是很 叫刚毅 还是叫什么 反正我印象中 这个人的证保局这个 这个队长是俩字 他带领十几个人 护送博谷到中央苏区 结果呢 快到苏区的时候呢 被国民党 就是反动派包围 差不多一千号人把博谷包围在一个 煤窑里面 那么这个同志就是 呃 证保局的这个同志 非常勇敢 带领十几个人冲出去 冲到敌人的后边 打枪 这时候呢 就是敌人以为是后边被包围了 就撤出来 撤出来之后呢 博谷才安全的呢 转移到了中央苏区 那么同样 这个李德 李德去中央苏区就更可能 因为他一看就是个外国人 你中国人的话打扮成一个农民啊 什么的 怎么都好说 你外国人为什么要去中央苏区 啊 所以说呢 当时呢 就李德呢 就化妆成一个传道士 啊 由谁护送呢 由博谷的老婆 博谷的老婆叫李群 什么来着 姓李啊 由博谷的老婆呢 化妆成一个 就是 修道院的 就是跟着这个李德 来传教的这个 修道院的这个 啊 什么 那个应该叫什么 修道士 啊 的一个打扮 他俩呢 就是这个化妆 来到中央苏区 当然也是由那个谁 郑宝局的这个 叫什么 刚毅还是谁 这个统治护送的 啊 那么李德 啊 到了中央苏区呢 已经是 半年之后 就是通过博谷要求啊 共产国际派李德过来 到李德真正到了中央苏区 已经是半年之后了 那么当时 博谷 博谷呢 就给李德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 就是感谢共产国际的 无私的这个 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啊 那么这个李德 同样也算是不远万里 来到中国来 帮助中国革命 那么当时呢 因为博谷对李德的信任 李德本来是一个 军事方面的什么呢 相当于参谋 那么具体呢 中央苏区呢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那么就是博谷跟李德 一手造成的 那么这个经过呢 我前几期都已经讲了 如果想聊这段历史的人呢 可以翻回去看一下我讲的前几期 那么今天主要讲一下 博谷啊 这个时候已经是到了呢 由一个基层党员到了我党的一把手 啊 那么到了一把手之后 它是怎么掉下去的 就是在综艺会议 在综艺会议的时候呢 啊 就是啊 周恩来 包括张文天 王家祥 毛主席 包括还有部队的领导 像彭德怀啊 聂荣争 还有刘伯成 一致反对这个博谷 那么经过周恩来的劝说呢 博谷就交出了象征着中央一把手的权力的这俩铁箱子 这俩铁箱子里面放的是什么 共产阁纪的这个任命书 还有这个党中央的文件 包括这些印章之类的 啊 交出来 交出来呢 那本来是当时周恩来建议还是由毛主席来接手 那么毛主席认为呢 就是最好是让张文天来做一个过渡 因为当时毛主席属于什么 他没有去莫斯科读过书啊 那么当时呢 就是共产国际莫斯科方面希望就是由28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的人来接这个班 所以呢 就是张文天来接起了总书记的这个职务啊 这个时候呢 博古呢 虽然已经没有再做一把手 但是呢 他还是留在啊 党中央 那么后来就是这个张国焘啊 张国焘呢 因为是怎么想 他想另立中央 因为这个博古在这个综艺会议上受到了党内的批评啊 是以毛主席啊 周恩来为首的党内同志的一个批评 所以呢 当时的这个谁啊 张国焘就准备呢 拉拢博古啊 结果呢 博古是 虽然他从党中央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 但是呢 他是坚定的站在了毛主席啊 站在了真理这一边啊 但最后博古哈 他呢 就是英宁早逝 39岁 他为党呢 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因为当时是在国共合作期间啊 博古啊 还有王若飞 包括叶挺他们 是在重庆开会 开完会回延安的这个途中 他们是坐的这个军机 是美国驾驶员驾驶的这个飞机 回来呢 逝世 包括39岁 跟叶挺呢 同时牺牲在这个飞机上 那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